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2月18号星期六 这个纯聊天的节目 说什么一个什么问题 这两天跟一个小伙伴 一个网友 他经常聊聊天 聊什么 聊医保的改革 最近搞医保改革 然后武汉大连我都上街了 动不动就几十万人上街 然后我不也是好奇这东西 然后他反正有所了解 我们就聊聊这个事情 然后他当然刚开始就说 从医保的初衷 到后来改革的条款 到现在 其实我们最后达成一个共识 就是说现在这个医保改革 还是没有一步到位 现在这种改法其实不好 你还不如既然反正都要改了 还不如干脆就一步到位就得了 把它整个改好 现在搞的弄了一个半调子 现在大家都不满意 而且感觉 就是说所有人都受到伤害 得到好处的人 其实不明显 或者得到好处的人 自己都不知道 这一个事实 反正医保改革改的是 有一定问题 但是初衷 我认为是对的 就是说最后的过程和结果 就不尽如人意 这个是肯定的 当然人也也说的 我们老年人只看结果 不看初衷 别我讲初衷 没用 这个倒无所谓 主要的目的不是要说这个 就是在探讨过程当中 发现一个问题 你知道吗 这个小伙伴 他情商还不错 情商挺高的 但是智力水平不行 智力水平不是很高 然后我就再思考 就是说 你看经常都有人说 说成功是靠 以前最早 几十年前我们都说成功靠智商 后来就有人就发明了情商这个概念 然后日本还有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 好像叫顿感力 是不是 是讲顿感力 就是说情商的重要性 很多人就说 现在成功人士 情商比智商还重要 昨天我跟小伙聊天的过程中 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觉得应该是不对的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是什么 智商是什么 是一 情商是零 你知道吗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情商 你只有智商的话 你就值一块钱 也是不值钱 这是肯定的 但是如果你没有智商 你只有情商的话 你就只剩零了 你懂吗 你其实就没剩下什么了 因为 当然这个从哪来的 你知道以前不就用说法吗 就是说成功人士 你知道吗 身体健康是一 后面的什么 你的学历 你的收入 你的家庭 你的子女 你的财富 这些东西都是零 这是一个往后面加的 但是你的身体健康是一 是头一个 如果你身体不健康 你快死了 那后面这些都没用 你懂这个意思吗 那么我就跟你说 智商是一 情商是后面这些零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如果你后面 当然如果你就是身体健康 你后面这些全部不行 对不对 小学没毕业 然后没有收入 没有工作 没有家 那你就光是你身体健康 对不对 但你身体健康 对不对 光是你身体健康 这个也不行 你知道吗 那我为什么这么说 它是这么一个问题 就有人说 说这个情商 我跟你说 有的人情商高 智商不高 他也能混的 就看起来 好似是风生水起 对不对 然后他情商特别高 拉拢了这些人都不错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你知道什么吗 就是说 你在社交的时候 你一个人 有好多这种社交小王子 对不对 特别能够去搜索 去社交 但你的社交 是他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一个人的能力 是有限度的 你知道吗 你一天 比如24个小时 你拿出20个小时 去交朋友 你每个小 你每个朋友 给半个小时 差不多这意思吧 对不对 你一天最多 就交40个朋友 那就是说 那哪些是你值得去花精力 哪些是不值得花精力 这个靠什么 首先就是靠智商了 你懂吗 然后后面 当然你觉得 我应该跟这人搞好关系 对不对 但是你做搞不好 那是情商提导致的 对不对 但是你先要搞清楚 到底应该 就是说 就是说哪个是重要哪个 就是说不是 就有些时候 他不是看光环 因为光环这种东西 都是时隐时限的 时有时无 你懂这意思吗 就是说今天光环很大 郭文贵刚出来 2017年时 那光环牛逼大了 牛逼闪闪放光彩 是不是 那简直 你看整个海外的 这帮民运门 简直就快要贴在 郭文贵的屁股上了 现在你看一个个 必郭文贵 必之无孔之不吉 对不对 所以你就明白这个问题 就是说光环这种东西 它都是一阵一阵的 就这几年又那天没有 如果你光看着光环走 它就有问题了 知道吗 还有一点 当人家光芒闪闪的时候 你再怎么贴 也是热脸贴冷屁股 你懂吗 就是因为网上贴人 太多了 你一定是在光环 没有闪耀的时候 你贴 还有点效果 你多少 还有点情意在 你懂吗 这个首先就是靠智商 然后等你决定了这个之后 然后后面是情商 你懂吗 好 这就算一个问题 就是说 就算是 你跟对人了 对不对 你跟对了 然后你这个情商也不错 混得挺好的 对不对 然后你说 这样我就不消智商了 运气好 明明一点 就是说 你看我们以前认识一个小伙伴 他就是情商特别高 这个人 情商特别高 然后就是凤岛混得好像 风生水起一样 对不对 然后积攒了一些财富 然后这个时候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说 当你的财富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有些人就盯上你了 你就成肥羊了 你明白吗 那有些人就来骗你 反正各种东西来搞你 就来了 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什么问题 知道 他的情商不够用了 不 他的智商 他的情商是够用 他的智商不够用 知道吗 他分不出好人和坏人来 这有问题了 那他连续被坑 连续出问题 你懂吗 他不清楚就是说 到底应该正确应该做什么 他的情商是很高 但是智商不够之后 就到了一定程度之后 就是说 匹夫无罪 怀避其罪 你明白吗 你的智商一旦不够了 你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 就会发生危险 像习近平这种阶段 如果智商不够的话 可能就被人弄死了 你明白吗 所以呢 归根到底 就是说智商必须顶在前面 这是一个一 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关键性的东西 因为有的时候 当面临一些危险 面临一些艰难困苦的 一个处境的时候 他其实总还是会有一个出口的 但是你怎么找到那个出口 这东西用的是什么 用的就是智商了 你懂吗 所以呢 当然我还是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当你就是说 还是小的时候 就是说特别小 就普通老百姓的时候 小老百姓的时候 其实都不太重要 他不太显 不太显 到底智商和情商 其实不太能显得出来 你懂吗 反正也都那样 有的人都懒得骗你 最多骗你的 不就是说 刚跟你来了 说我是秦始皇 给五百块钱 也就这么骗你 对不对 这时候其实他 你在这种骗局当中 想寻找出口 他对智商要求 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你知道吗 就这意思 但问题在这儿 就是说 假如你的情商特别低 光是智商高行吗 其实也不行 你明白 就是说你发现方向了 但你的智商 不足以支撑他的时候 你很难往来路上走 路上不满的荆棘和 挫折和困苦 你过不去 你懂吗 所以这两个东西 我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你光是智商高 情商特别低 那也没法走 这个路 光是你浑身都是铁 能拿几根钉的 你怎么闯的话 你怎么闯的话 话说回来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 我们认为智商是没办法 对吧 智商就是老天爷给的 我经常都说 就是说你上了多少学 你上了多少名校 你什么哈佛耶鲁 哥伦比亚斯坦福 你都上回来了 你都是博士 你都上到博士了 知道吗 这个并不会提高你的智商 它提高了你的学识 你的学识提高了 但是智商并没有提高 你最后还是那样 然后你说我旅游了 一大堆全世界我都走过来了 什么 全世界旅游 就是什么 比如说什么 周家口 张家殿 然后 通仙 朝阳 我都去过 全世界旅游 一圈回来 对不对 我的这个 这个是增加的见识 这也并不会提高智商 智商怎么样 智商这种东西 真的就是说 是你出生那天 老天爷给你的 你到那里 就到那里了 你就没办法 知道吗 但是到回来了之后 就是说抽到情商 情商能不能老天爷给 还是你自己练 有一个人认为智商 我是练不了了 情商我能练 其实是不一样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我们认识几个朋友 有一个非常成功 一位女性朋友 嫁给了一个亿万富豪 真的是亿万富豪 大富豪 嫁了一个大富豪 然后我们一块去吃饭 然后你看这个富豪 在饭中上 就安排一些事 我们在那里坐着去观察 观察到他老婆 好来回来了 我就跟我老婆说 我说你看他了 你看 当然他不是富豪的原配 现在新变是富豪的 你看他有特点 他有意思 你看富豪 他第二点跑去 在忙活那些事 我发现他有个问题 他不往心里去 你发现他不往心里去 我们还认识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认为自己情商特别高 你知道吗 然后他也是跟一个 他就不是一个富豪 是个富二代 跟富二代 然后变成一个富二代 然后去富二代家 就去吃饭去 吃饭 富二代他妈就特别高兴 你看他儿子带了个女朋友回来 就特别高兴 然后就给他一些东西 反正就反正是这那个的 然后他就有点不高兴了 不高兴为什么 因为这妈说什么 你看我买这些东西之后 特别喜欢买了好多 然后富二代他们家 就是雇了好多众人 家里有厨子 有保姆 有司机 然后有保镖 一堆众人 前后后终的那种 特别有钱的那种 然后他就说 你看我这个 你看我给他 我有这个 给我保镖一个 给我保姆一个 然后特别不高兴 他就觉得你当我当什么 你这种东西 都是给你的保镖 保姆 司机的 对不对 你给我跟他们是一样的东西 瞧不起我 这女的就不高兴了 他就 但是50年以后 有的时候人 他这种自尊 强烈的自尊 来的哪 强烈的自卑 你知道吗 就是强烈的自卑心 导致他强烈的自尊心 他首先就觉得自己 好像是不配 嫁入这么大的大豪门 所以经理的时候 特别的小心 他总觉得 他这男朋友 他妈 就瞧不起他 瞧不上他 其实他妈的 还对他还不错 挺喜欢他的 给他这个大哥东西 他就是 他自己 他自己想太多 他从心里去 你知道吗 但是他自认为自己 情商特别高 你知道吗 他说特别不高兴 但是我就捏着这伙 还是哄我老太太开心 但是你要明白一点 老太太是干什么的 你懂吗 老太太当年能把富一代 拿捏得死死的 老太太是玩 老太太是玩鹰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你不高兴了 你假装你在对付他 老太太是能感觉出来的 你懂吗 老太太最后他这事就没搞成 最终老太太不错 但刚开始其实老太太对他不错 但是后来不喜欢他 但是最后 最后他又找了一个女朋友 怎么样 其实家境也不如他 对不对 比他还那个什么 对不对 而且那个女的 其实 好像 我感觉 各方面还不如他了 是不是 但是富二代就说了一句话 富二代 后来就说他不行 富二代就说另外一个 说另外那个 但是另外那个 就是说富二代他妈特别喜欢 其实富二代也觉得有点 就没骨气 富二代不是说吗 说他跟个狗一样 你知道吗 像只狗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对 但是呢 弄了富二代他妈特别高兴 你知道吗 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知道吗 我们见了另外一个富豪 你看 我这跟我老婆 我就说 我说男们冷眼旁观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说 你说他们其实都算情商很高的 对不对 这个女的呢 他虽然不高兴 他表面上一点都不带出来 对不对 他能把他对付过去 对吧 他也没跟富二代他妈吵 但是呢 我跟你说 你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另外的一个 他是真不生气 你懂吗 他是真不 他就觉得挺好的 没事 他 你说他是傻也好 你说他是什么 他是顿感力 他特别是持顿 他不觉得有什么 他觉得挺好的 对不对 他跟富豪 富豪不前面还有孩子吗 那孩子都挺大的了 对不对 跟他们处理的关系 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那个富豪 他那个就前面的这个孩子 就最后比较大的 有时对他后边这个小老婆 也不太好 知道吗 就葬葬他 葬葬他 他没事 他是真不生气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就跟你说 我跟他说 我跟你说 这个就妙 妙就妙在这了 知道吗 就什么叫情商高 什么叫顿感力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他妈生气 我憋出内伤来 我一压住了 我就不表现出来 这个不叫情商高 我真他妈就不生气 他无所谓 不往心里去 这就是天生的 他没有内伤 他不会觉得有什么 他就觉得 没事 挺好 挺好 他特别高兴 嘻嘻哈哈的 他是真不往心里去 你懂吗 就是那种东西 你能感觉得出来 他骗不了你 知道吗 他不高兴 他红着你 和那种 他一点都没有不高兴 他没感觉出什么问题来 那种东西 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当然 或者就是说 出于他的 他情商真正高 到的就难以理解的地步 你知道吗 那就是说真的 他就是 他能够让你一点都感觉不出来 但那就 那也更是 就是说上天赐予的了 你懂不懂 所以就是说 当然我觉得情商分好多 就是说你生气了 你马上表现这是最低的 对不对 你生气了之后 你当时没表现出来 你就是说 你安耐住了 对不对 最起码的 他还是就是说 有一点 但是不是最高的 最高级别的 就是说 不生气 他就真不生气 不好意思你去 你哪里有一点都都没有 你真有那样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尤其在富豪身边 经常能看见 就这种 就是特别的神奇的 特别神奇 你知道吗 所以呢 就关键到 当然我这儿 有人就跟我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情商和智商 知道吗 为什么有的时候 我说 就是说 你看我们用人的时候 也要 就是说 要找一个情商和智商 差不多的 就是说 也都得高的 比如说 假如说 你现在 比如说 你中共 你要派一个人出来 要跟郭文贵斗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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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 就海外的这帮人 动不动 这个要郭文贵投资100万 那让郭文贵投资一个亿 对不对 都想坑郭文贵 你可以去坑郭文贵 你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郭文贵这个人 情商智商都特别高 你发现了吗 那你这么说 假如说 我要 比如说 要去坑郭文贵 等于就假如说 就是老公 要派一个人去坑郭文贵 对不对 要占成郭文贵 那么你要找一个情商高的 还是一个智商高的 老婆 我这个问题给你 你觉得 假如说 就是说 海外民运也好 或者中国共产党也好 要有一个人 要去坑郭文贵 你说找个情商高的 还是智商高的 非得选一个吗 非得选一个 要不就智商高的 咱这么说 你看你犹豫了半天 对不对 你想不出来哪个好的 反正你都你堵了一下 对不对 咱们这样 其实有的时候 咱们按逻辑去推导 咱们先说这样 就是说 假如说老公 派了一个情商特别高的 去坑郭文贵 坑了吗 坑不了 门也没有 你就别想 当然他说 我情商特别高 为郭文贵哄得天话乱对 天天看见 我就笑开言 然后我要坑郭文贵钱 你觉得行吗 不行 当然他说 你看我哄得特别高兴 他也给我点 你要明白 那给你是小钱 你明白吗 你就跟个小丑一样 你哄他开心 你应该讲笑话 他给你一点钱 那是打发给你的 他明白你是来要钱的 你知道吗 他给你一点小钱 就买你一个哄他开心而已 你懂了吧 这是你情商高 你要真的想战胜郭文贵 你一定得是智商高 你智商不够 你绝坑不了他 你连想都别想 你从他手指上 你走不过去 你光上被他坑了 你看海外这帮人 瞅着去坑郭文贵钱 哪个坑 哪个不是被郭文贵坑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智商不够的话 你绝坑不了郭文贵 你单想靠情商的话 你那叫打工 挣工资 你就假如我天天来来 给郭文贵说一段单口相声 来一段脱口秀 然后哄着郭文贵特别开心 说我看您面如红中 胜气盖世 将来有帝王之相 对不对 开心打伤 这个叫工资 这不叫你坑了他 你懂吗 你要想战胜郭文贵 只有一条路 有切只有一条路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智商上 你能够斗过他才行 不然的话你绝没戏 你想靠情商去战胜郭文贵 门都没有 那是绝不可能的 但当然你情商太低了 你也不行 但是就是说 为什么我说 就是说智商在前面是那个一 就是你有了这个之后 那么你能够 能够取得多么大的成就 取得多少财富 能够取得多么大的这种事业 能够多少的这种成功 那么就看你后边这个 就是零了 对不对 那么你这个一站住了 你后面你这个情商你越高 你的成就又越大 你的情商越低 那你还是一块钱 你还是不值钱 这是没办法的 就是你情商肯定是不能低了 但是你这个一没有的话 你就别想了 没有你什么事 你懂吗 这个一它太重要 这一一定你他妈顶在前面才行 这个不顶前面 你后面你再弄那么一串零 你还是被关贵骗了 你知道吗 所以你到底你是有十万 你看你看被关贵骗了 被关贵骗钱了 跟关贵买这么喜币的 投资的 对不对 关贵跟你说 跟我们买我的喜币 买一个什么2000倍的收入 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里边有的人 就是说智商也不行 情商也不行 兜里一共就十块钱 跟关贵买了十块钱的喜币 对不对 有的呢 智商也还行 情商也够高的 对不对 然后呢 真有跟关贵买了几百万的 对不对 你想能拿出几百万美元来 能跟关贵去买这个喜币 这个人也得有点成就吧 对不对 但是智商行吗 智商肯定不行 对不对 那智商不行 情商高 那干什么呢 就是给关贵准备 让关贵一次性收割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你前面这一一旦顶不住 你后边零再多 也不过就是 到底是被关贵骗了十块钱 还是被关贵骗了1000万而已 你懂吗 你最后肯定都是被他骗的 你可能都是被他收割的 你懂了吧 但你前面这一要能顶住了 他能从一段搁钱吗 就搁不了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相辅相成的 但是如果一定让我在两个里选一个的话 如果让我交朋友 我交朋友的话 就聊天探讨一些问题的话 我没办法 我还是得选有那个一的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情商高的没有用 比如说我现在探讨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想要 就是我也想不好 我也在探讨的过程中 我希望你来这儿 能给我一些有用的见解 有用的东西 能给我一些启发 这时你情商特别高 说的我特别开心 我们聊了四个小时 然后我发现 我一点生活都没有 我四个小时都浪费掉了 你懂我意思吗 这时候你就说 傻逼 你没听没有关系 你懂我意思吧 虽然我心里很生气 但是我一想 我操尸子 还是有点启发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这就是一和零之间的区别了 当然其实都不重要 说实话都不重要 对不对 因为就是说 虽然可能有启发 一样被我屏蔽掉 情商太低 一样被我屏蔽掉 所以它问题就在这儿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不知道 我说的这些东西 反正我这两天 这个思考 要跟网友聊天 我的一些思考 所以反正带给大家 大家也可以去 希望对你有帮助 但是真的也没什么帮助 因为这个道理 我给你讲明白了 你听懂了 能够帮助吗 没有帮助 为什么呢 因为跟你说的很清楚了 智商情商都是天生的 你生那天就注定了 这种东西基本上 都不是靠后天 能够就得来的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我觉得这么说 就是说 智商呢 它是这样子 比如说下棋 就跟下棋一样 你知道吧 你呢 你不能说完全不提高 比如说你从小 你父亲非常成功 他一直在教你一些东西 就是说到了这种事上 应该怎么处理 那么处理的 就是说这个下棋也是嘛 就是泡八屏 我马二 马二 马二 然后呢 你就这个东西 虽然这不是你想出来的 但是别人教给你 你学会了 遇到这个事 是你这么去处理 反正呢 他就泡二屏鼓了 我就马八进气了 就完了 那这种东西呢 其实也有点重 就是说你不能说完全 但是一旦他要来个 他要投一步 走马八进球 你怎么办 哭 你就哭 哭给他了 你懂吗 就是有些意思 所以呢 这也不能说呢 一点都不行 那情商呢 反正也 后天反正多多少少呢 因为我也不想象 你太绝望了 就是说好像智商情商 反正都提高不了 怎么样怎么样 就认命就得了 对不对 我也不想象 太绝望了 就是说多少呢 以后有点帮助 就跟下棋一样 你知道吗 他再聪明 如果他没看过棋谱 你还是能赢他 没有用 但当你们都看过棋谱的时候 那是看前面顶的那个一 谁的长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们棋谱都背得特别熟 那那时候 他的一比你长 那你就没戏了 你就崴崴了 对不对 但是如果他没看过的时候 你还是有点用的 就是后天的东西 你懂吧 然后情商也是 就是说你有意的 反正去想一想 去练一练的 多多少少也会有一点点帮助 但是其实 我小的时候曾经有一阵 就是说也意识到 应该好多不多说 去情商中 我也尝试去练 后来发现 就算了吧 也不是我强项 何必要阳长必短呢 何必要阳短必长呢 你知道吗 就躲开这个短处就得了 所以我现在 对 但是我希望你也别像我这儿 破而破而出来 破而破而出来 曾有个富豪 跟我说 我也不要求你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人话 但最起码你也得差不多 是不是 你就什么情商 对不对 我跟你说 我没情商 别扯没用的 我没有情商 我情商是零 没有 我没有情商 不是情商低 说的意思 好不好 希望对你能够有帮助 但是最后也是没有什么帮助 我也知道 但是一个道理 能懂也不错 好不好 然后你通过这个 你可以观察你身边的一些人 尤其是一些成功人士 以及成功人士旁边的一些人 然后你大概其 你心里就有数了 你通过这个最起码是什么 就是说你能够看破了光环 你一旦看破了光环 你看到本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些富豪 现在看起来特别的富豪 有一些还不是那种 还没有这么大 但是我的时候 我就会定 我就跟我老婆 我说我算命 所谓的能掐会算 十半仙能掐会算 我老婆说 你看他 他过两天 他可能被人骗了 他也倒霉 后来过两天 你看他被骗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小富豪 我说你看这个 这将来不得了 对不对 现在他越来越大了 对不对 这为什么 就是我们看破了光圈之外 看到了事物的本质里边去之后 我们就能看出来 就是说他的智商 情商在哪 那他现在待在这个位置 对于他的情商和智商来讲 就是已经逾越了他的位置了 就是说我们算卦 他也就是说有一些 就是说卦位的不合 就是你这个位置上 不应该出来阴谣 应该是阳谣的 那这时候 你的就不对了 那你这就会有灾祸 你懂吗 那如果你的智力水平 还有你的情商水平 待在这个位置上 明显的不符 那我将来我就认为 你现在还有这个巨大的发展 你那种意思吗 就是说反正就是说 你看自己的时候 就是没办法 你说你看自己 你到底都懂 你自己也就是 就你也真的 真的没知道 你自己要提高 一定还是说 主要是外界逼的 主要是外界逼的 你自己逼自己 通常都不行 你知道吗 通常没有外界逼你的效果好 但是当你呢 就是你学会这个之后 逼自己是不行了 提高自己是没什么机会了 但是你还去判断别人 你知道吗 那这个对你的人生路上 也会有一些帮助 有一些帮助 好吧 那这期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